《云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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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触搞不完 再画一百年 還是可以 如果有來自畫 我还是希望做一个画家 我觉得太美好了 这是本地艺术家林子平的家 各种体育节目他都喜欢看 这位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今年98岁 写字作画至少七八十年了 作品估计上万件 我平均每天睡五小时到六小时 老人没有睡太多 我只有我也睡不好 我如果睡得好 我就很有精神 我就是要说话 去年初林子平为星期二特写题字 特地到母校中正中学会好 没想到年底他被迫暂停创作 因为他意外伤到了手指头 不能提笔 这些日子以来 结婚七十多年的妻子患有失智症 张子树国每天会过来陪妈妈谈天 尽量维持他心智活跃 大女儿健霞一个星期有五天住在娘家 方便照顾两老 人家出来你看看走路 那后来你看看走楼梯 老人家也没有什么活动 我都住在楼上 每天上下楼梯 就是一种运动 有时候我就是摔摔手 有时候就是这样摔手 有时候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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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不多 吃西饭 肥肉我不敢吃 他吃不下 我们就用汤 汤水 就是说 早上也喝 中午也喝 下午也喝 尽量给他补充他的营养 就是普通的 好像年老汤 黑豆 还有白萝卜汤 偶尔就煮一些档生 他每一次要做话的时候 他就喝一罐鸡鸡 你懂吗 他也不怕这儿 他就是一直要去写书法 他很勤劳 他晚上吃饱饭 他也坐在那边看书 然后嘴巴念念念 再背唐诗诵词 我就一直想写好字 联系大了 写书法比较方便 三座写字 用这个手臂 提高这个手腕 用大的笔来挥写 花很多期历 一种很大的动作 写字能够锻炼体力 林子平晚年 还以书法为基础 创造了糊涂字 不像字 而更像一幅抽象画 有时写完 他把整幅字转过来 再写一遍 或者上色 把字融入画里头 我这个线条是比较粗犷一点 林子平的望年之交姚梦彤 研究美术史 有时也看不太懂 跟你2006年的那个书的系列 糊涂字 坦白说 一直到现在 保贬不已 我说 林先生这样画 人家看得懂吗 他带我一个 非常令人深思的 他说 我这把年龄了 我不能够取业以他人 我要怎么画 就是这样画 他似乎违背我们的真理 越老 越画越大张 越老 颜色越鲜艳 充满童心 我用的色彩 用了很多 就是一碗一碗的 小孩子当我们给他拉笔 叫他一句话 他在他片面图 红 绿 青 98岁的人 这个不是童心是什么 他要做一幅画 他要有一个副稿 就好像我们写文章 也有副稿 他一直在构思 这也就是他常常 晚上不能够入睡的原因 做一幅画要三十分钟 林子平中途休息三次 我觉得要想一想 这个陈陈佛 一定为了这个画 有更好的意见 不能够太草率 有时候要看看 再来补充 林子平的艺术风格 每六年大改变一次 2006年 他用狂草的笔触来画树 气魄雄魂 2012年左右 用黑白的风格画牛车水 把露天摊位的帆布 刻意留白 营造透视感 到了2018年 就转为彩色书法 玩赏彩色的各种趣味 我每天都是用脑 用了很多 就是天天在想 要怎么样 今天画好 明天还要画得更好 有时候他从没苦脸 问你房什么 他一直想要突破 他知道已经98了 再不做 什么时候来做 我就课了一方 这个验章 叫做四五年 应该争取一些时间 应该好好的画 人生苦短 艺术千秋 八十岁以后的林子平 留在家里作画 作品变大 也偏于抽象 他年轻时出外写生 画的都是比较小张的 写实作品 我是早年就是写实 而且很传统的 那么我是想要 抛开这个传统 走这个创新的路 我天天都没有永远的满足感 去年八月 已经停办的巴斯利公立新民学校 举办校友聚会 把曾长校三十二年的校长林子平请来了 我想今天来的同学都在做热爱的心 爱同学 爱朋友 爱同学 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心还不老 林子平当年常驾车带学生出外写生 学画的那些孩子到现在还记得校长教画的情形 我们去那种 出外学生 校长带我们去那种 甘邦 多数是马来甘邦比较多活动 小鸡小鸭 一个老阿嬷在那边煮东西 我们都可以画到 有一些甘邦的阿姨 她们有一些品性 她也会分一点点给我们吃 校长的观光室有一个地方 就是把学生如果要画什么画 就画了这边 就放在那个trace那边 她会看的 她会再改过 她很亲和 她都愿意指导你 白素翠当年受校长启蒙 现在是全职画家 南业美专之后我就去画过 到现在我经过她三次 这样个日子相当长 我很服她 她一直很坚持 就是说她的脚步从来不停 林子平的太太是坡地人 婚后嫁到乡村 早年林子平要打理学校 周末要出外作画 所以照顾孩子的任务 多由太太来承担 爸爸一个人 那一份薪水是不够我们的 不够我们家用 那我妈妈自己呢 她有种一些菜 还有我们一个大鱼池 有时候大热天 整个池塘的鱼都死掉 我下大鱼 这样吃了鱼就被冲走了 我听我妈妈讲 做一个画家的老婆 是很辛苦的 那时候没有很多钱 每一天就用报纸来练习写 他的书法 我不敢偷懒 没有绝境可守 她说 我就是做公人 你懂 就是一直在画下去 就是这样 1981年 林子平退休成为全职画家 当时新加坡河及牛车水 因市区重建和清河运动 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子平急着用画笔留住 一景一物 我是爱国的画家 我觉得一个画家 应该画出几乡土先 如果一个画家 脱离这些乡土 就是好像这个树没有根 我觉得要好好地画一些画 可以留下来 画新加坡律师后 朋友就跟我太太讲 说林先生太不像样了 穿背心在画图画 穿背心在路旁小发那边 蹲在鱼子上随便测一点 我就是说主要要赶快去画 所以处理方面就是随意一点 后来因为孩子长大了 我妈妈就陪他去画画 帮他拿画板 我妈妈没有读什么书 他会跟我爸爸评画 你懂吗 我爸爸画好画就叫他来看 妈妈就会跟他说哪里不好 哪里要加什么 都讲得很头头似的很对 2003年过班新加坡文化讲师 林子平已82岁 他知道如果没有太太扶持 他无法走得那么远 那么长 我一生从事这个教育工作 长达三十二年 此外呢 业余的时间都用在写制 做法这方面 那么也可以说 使到我的家庭 我无法捡固 今天用意老师做一般 应该贵宫我一个太太 我爸爸很感性 有一次他生病进医院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看到我妈妈 他就哭了 他就哭到很伤心 他以为他们不可能见面这样 所以他很爱我妈妈 我喜欢看美的东西 树我更喜欢 因为这个树里树枝 大大小小 粗粗细细 很多线条 很多变化 有时候在树皮上 看到很多颜色 蹦蹦蹦蹦 很自然 常常看到树我就停留在那边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他的朋友讲 他说以后 看到树的时候 我不要跟子明讲 因为他就要待下来 他就不肯说 林子平住家附近 有一棵受保留的老树 他给这树画过四幅画 其中两幅送给国家美术馆 你不要拉 门不必拉 每次坐车经过 就抬头看水口老树 有时候跟车里头的家人讲 树头栖栖栖栖很有变化 新加坡很难找到这样老树 这样好看的树 本来这树是一树很大 比这个很大树干 跌下去 很有变化 被它砍掉很可惜 人家说林中常见千年树 树上难以百岁人 我发现这树 林子平近年来很少外出 手指受伤不能做话 他相当懊恼 老朋友姚孟彤去年初见过林子平 严重愈眩 大病异常之后 又再提笔写字 那我就来到楼上 他女儿拉着磨磨 就立刻拿起笔来 写下了欢笑情如旧 我们虽然几个月没有见面 但是我们的情 我们的欢笑 就像一碗一样 林子平的旧座寻梦 道出他这一生 对艺术的情意 八十多岁的老人 还有什么梦可寻 我就把它理解为 这一只一只脚上板 就代表林先生 每一个艺术阶段的收获 到了最后 全部在这个大的船里面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 艺术之梦 如今年近百岁还能创作 是多么大的一种福气 林子平把握现在从事 让他感到幸福快乐的事 无拘无束地进行艺术探索 所以作品不会显得故事 本地画廊老板张静芳 为林子平办过五次各展 我跟林老师认识有大概十出年了 印度籍的朋友或者欧洲的朋友 也是有收藏他作品 其实我们好像有一幅 比较大幅的话 也是给一个巴西收藏家收藏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老师的语言 虽然很本土化 可是可能也是有他的国际语言在里面 老师的话看得很有雅味 非常现代 你还以为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写的 我希望在过去上有所表现 可以说是我最大的冤枉 林子平宣扬本地情怀的一份努力 已在本地找到知音 商人富文客 震慑于老人家年迈体弱 还能以这么大的力度 来演绎普世人间的喜乐 这是一幅巨画 2.5米高 5米长 画中秋节 几家在新加坡很著名的月饼店 林老师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 也不喜欢画这些太暗 太卑鄙的东西 他都没看到什么画 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母河 也可以说是经济启发点 所以对我一个生意人 我觉得有特别的情怀跟意义 这里于推广本地美术的何少彬 对林老能坚持创作七八十年 满怀敬佩 画家是一个跟死神赛跑的一个职业 因为画家没有退休的 只有精英才能够耐这么久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从我们专业画家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幕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回到日常生活 林家每天约中午十二点开饭 饮食清淡而营养 家里有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 样样会煮得软一点 我爸爸很会养生 因为他要作画 他就要有精神 很多好朋友就买业诺送给他 他的基金业诺这些都不用钱去买 都是人家送他的 林子平每餐最多能吃一碗粥 吃饱休息到下午两点 就会准时到画室 一直待到晚餐时间 林子平九十八岁仍然继续创作 不禁使人想想该如何面对自己高龄的窘迫 我不敢想到明天 也没有想到钱的事情 就是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健康 好好的保养身体 天天能够写字发画 我如果有来世的话 我还是希望做一个画家 我觉得太美好了 我觉得太美国越莅